针对了经济成果要全民共享 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说了 要规划发现金 但是还需要立法院的同意 好 不过现在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已经说 党团的部分会全力支持 但是过年前是一定来不及的 要等到下个会期 相信到时候朝野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完成 1800亿还税余民 在新年的第一个上班日终于有谱 1800亿要预留不使之需 确定普发现金 这跟元旦总统谈话的风向球 似乎不太一样 没想到隔几个小时 蔡英文的承诺也来了 两天之内大转弯 柯文哲逆风喊话 今天那个仗就是一团乱 我还是希望小英总统能够做他该做的事 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要顺从民粹 连绿营自己党内同志都集体唱反调 一度被解读成是逼宫 蔡英文显然无力主导民意走向 苏正当为了保住隔魁 不得不假戏争作 苏正当提出来 是为了保他的行政院长的位置 那蔡英国看苏正当提了 他说好不好就发现金 你整个看就一出闹剧 一出金光党想骗钱的 结果没想到没成功 现在只好将错就错 对他们来讲 假戏争作只好发钱 苏正当元旦廉价还召集隔魁开会 抛出力多 同步启动隔魁保卫战 政府的钱要花一不一毛 当然都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立法院的议算程序 这个话有讲跟没有讲是一样的 可是他有提到要有法源的依据 这个就很吊诡了 这完全是一个卸责的一个说法 苏正当想先当好人 就是为自己的官位 但全民普发现金是在必行 这球抛到立法院 就看怎么发 什么时候可以发了 记者郭向年轩台北报道 行政院在昨天已经有表态了 超征税收当中的 1800亿元之内 扣除未来因因风险 所需要的裁员之后 将会跟全民共享 好 财政部的官员已经说了 如果要跟全民共享 经济成长了果实 现在看起来有两大途径 好 第一个 就是在2023年度总预算当中 追加预算 其次就是设立特别条例 编列特别预算 但是呢 无论无何 这两大方案 都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 行政院方面的指示 好 现在呢 很可能要发现金还税余名 不过对于这个部分 有不少的网友立刻暴动了 而且他们非常的不满 痛批 那么没缴税的人 其实应该没资格领啊 更直呼全民普发的政策 对于缴税的人来说 并不公平 好 进一步就要带您看到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昨天拍板 确定会发钱还税余名 但是所需要的法员依据 还有预算编列 这个部分都需要经过 立法院的审议 前立委蔡政员批评了 国会审查预算 本来就没有批准政府 收这么多钱 现在你超收一大笔的金额 该发还给民众的部分 却又讨价还价 好 总统蔡英文是当作 自己在菜市场杀价吗 没有讨价还价 你以为现在菜市场是不是 钱是你的吗 你蔡英文的吗 如果你蔡英文我可以讨价还价 不是你的 而且是国会从来 没有准许你收那么多 什么叫做预算权 就是没有准许你收那么多 那如果说超收一些零投 我们就用零投零用金 来处理就可以 现在超收了一大笔 超收的金额是比 综合所得税还要多 对 会超收的本身就很有问题 当然是很有问题 好吧 不管这有没有问题 你竟然超收了 对不起 还税一鸣 他把很多不该总统管的东西 拿来自己在那边乱管一通 结果我更担心 他说我们开国家安全会议 都没有讨论到要不要发现金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讨论到 大家经济辛苦要补贴那个补贴那个 那是行政院长的事 你不要给我拖到春节以后 说要给陈建伦发 那很无聊吧 怎么办 这钱是你家的是吧 你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发红包 给我们过年是不是 说不通了 我们并没有要求4500亿通通还 我们剩下的钱是给你放在那边周转 不是说什么 你可以拿去乱花的 如果你再拿去盖天花板会掉下的旅球馆 跟你翻棉 我跟你讲 请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